DSE就放榜了,兩位,有沒有紙疾,親戚考DSE? 我自己就沒有,不過又想起自己若干年前,都是其中一份子 譚伯,我們今天就講,我的實際全部大學研究,所以沒有DSE 但香港DSE就今年人少考,越來越少了,所以所謂的狀元就剩下四個 還有五A,五星星,我們現在叫五星星 我覺得考試我們以前難很多,我先講,澳門人如何考香港 四個地方都講齊,澳門,香港,台灣,大陸,台灣 先講澳門怎樣考試 澳門有四個不同的升學途徑 四個不同的升學途徑,哪四個呢? 一個是左仔學校,外國學校 那些是三三制,三三四制 初中三年就是高中三年 澳門我們讀書七零年代,初中畢業已經出來,已經是知識分子 當然啦,以前小學畢業都很厲害 就算香港也是,小學畢業都可以 三三四制,於是不可以考香港 外國學校是不可以的 第二是教會學校 包括右派的國民大學校,又是三三制 又是不能直接考香港的 那考了什麼呢? 那先講,第二種的通常是去台灣多 因為那時候大陸學校最差點是文化大革命 哦,對,對 學校是不能回到大陸讀的 給了你也不能回到大陸讀的 你也不能回到大陸讀的 你也不能回到大陸讀的 沒錯 第三個呢 就是英文學校 英文學校在澳門主要是粵華培政這些 就是教會辦的 教會辦的 還有一家很有名的 是曹宇林的兒子曹林生哀的 叫做林生英文書院 他完全跟英國制度的 就是五二制的 就是五年中學 就是五年中學 從1到5 然後兩年御科 然後可以來考廣大去輪大 那就是英國制的 是的 就是有第六 form6、 form7 沒錯 那粵華和培政都沒有 讀 form6、 form7要怎樣呢? 要過來香港 那他最粵中讀哪一家呢? 就叫做新法 哦 新法書院 才提供中六、中七 接著就是廣大 這個就是澳門的 第四個呢 是濤文學校 又是三三四制 但是他們就不會去台灣 又不會去大陸 又不會去香港 當時澳門沒有大學的 讀完濤文 中學高中什麼呢? 就去葡萄牙和巴西 哦 那個董大學 三三四制 他那個大學 不是叫Bachelor 不是 叫License Art 為什麼呢? 拿完License Art 出來 就可以名片寫Doctor 是呀 大學畢業都Doctor 所以 澳洲都是這樣 整個葡萄牙 我都在周街Doctor 但是我一看那張Doctor 我說這個只值四千元 我真的知道 因為那時候 那些官員 每個人都是Doctor 每個人都是Doctor 原來是Doctor 很麻煩的 原來是 你要看PhD的才是 啊 看PhD的才是 Doctor 叫做Philosophie Philosophie 對 對 對 那個才是真 對 澳門的中學程度又如何呢? 一間間的 一般來說 中文程度 始終都是國民黨學校和共產黨學校最高的 是嗎? 因為全部都是讀中文的課本 連英文 除了英文一科之外 全部都是中文 對 中文的 歷史和地理 好像我們一樣 所以教育學校 一後來國民黨學校就收拾 六七年一二三年 對 全部都轉了 教育學校 再一次是混的 大部分課程是中文 但是有些課程是英文的 數學是中文的 是嗎? 是嗎? 是中文的 心很多 不會心 你最想背英文名詞 我以為是 質子、中子、段子 我以為是 掛刻 數學不夠中文學校厲害 你搞錯 沒錯 數學我們中文學是贏了英文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因為英文學是用英文的課本去教數學 你首先要理解英文是什麼 一整年可能你在讀英文 就不是在讀數學 那就大劑了 你解釋不了個題 對 而且我們是舊數 三國還三國 幾何還幾何 飯事大代數 飯事大代數 全部都拆散了 以前我聽過 那些習慣了 用英文讀數學 讀Physics 那些 用中文讀他們 反而就不習慣了 因為那些什麼元素 周期 周期表 已經沒有 養 英 奶 淡 那些 用中文表達出來 就更加難 但我們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讀的時候 是中文和英文一起背 你知道嗎? 我本來是這樣的 林生英文書院 林生 現在被抓到了 因為林生死了 他是五四運動 被打的曹宇林 是個兒子 曹宇林 曹宇林 把兒子派到美國讀西點軍校 西點軍校出來之後 打完抗戰 沒有再幫國民黨打仗 然後就留在澳門開英文書院 所以澳門水平最高的是這家學校 畢業的 其次是誰呢? 就是駱駱駱駱議長 叫培政 然後就是粵華 培政有很多 在香港就是中文學校 不是 培政有兩個部門 一個中文部 一個英文部 越南就是粵華的中文部 英文部 英文部也是五年制的 以前澳門沒有 Form 6 和 Form 7 全部一律要過來香港 後來一直到什麼時候才有 Form 6 和 Form 7 呢? 就是因為阿薛受新校長 從港大退休 去澳門搞一間東亞大學 退休之後去澳門搞一間東亞大學 有三個部門 人最少虧本 都叫大學部 人最多最賺錢 就叫公開課程 好像八十年代 我記得當時 每一字的那位臨助行 還有 中文系 還有 是對的 找水最多就是御科班 所以那時候 是澳門東亞大學 1980年成立後 在澳門才有中六、中七部門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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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過來香港或者去英國的 當時讀完中七 要怎樣過來香港 怎樣去英國呢? 就是當時 考Tofo不算的 一定考GCE的市 是呀 倫敦大學同等學歷的資格市 一定要考完這個資格市 才相等於倫敦大學水平 才有機會進入倫大或港大 即他是故意銜接英國的學制 沒錯 即他是英國式的教育制度 因為都是受香港影響 才行英式 不是 是因為有這樣的教育需求 澳門的主流教育 在澳門始終是中文學和蒲米學校 當時 蒲米學校又怎樣呢? 蒲米學也是三三四制 只要你讀完蒲國的三間中學 一間叫商業學校 商業學校高中學出來 應該當公務員 不會去蒲國 那裡主要是一間技術職業學校 第二間就是主要是升學圖經 叫Belskou 鮑斯高中學的教會 這個很出名 很多大狀都出來 更多大狀出的就是澳門利蕭中學 即是現在 新蒲經後面 花花碌碌碌的青磚那間 死都不肯拆那間 不是死都不肯拆 地是他 屋子 還有葡萄牙政府贊助 我們銀錢捐錢 我們堅持這個學校一定不能拆的 現在這個就是澳門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多條 叫做保護澳門的蒲國特色 不能拆的 拆了違反基本法 那就不行了 因為要保存澳門的文化教育 藝術 古蹟那些 不能拆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讀蒲文人少了 於是這三間中學的學生 Belskou 鮑斯高就取消蒲文部 商業學學就接了 所有三家學學生 就集中去澳門蒲文學校讀 有沒有唐人讀的呢 很多 如果前澳門政務司 陳麗敏就在那裡畢業了 住我旁邊的屋子 跟我家裡的雙炒不夠五十公尺 一起住在尾山尼街 當年我們也有些 為什麼要讀這些學校呢 因為蒲國鑼為了吸引我們這些華人的精英分子 還沒得廢 還沒得廢 澳門是否九年或十二年 澳門早期是九年 我老爸的年代是四年 後來是六年 後來是九年 到回歸前已經到十二年了 因為九九年已經到十二年了 因為有錢也不如搞得多 他這方面比香港做得更好 早做很多 而且澳門是不怕沒有CG的 因為澳門為什麼不怕沒有CG呢 第一有一間叫台灣師範大學 第二有一間叫台灣政治大學師範學院 第三間叫高雄師範大學 做了一間台中師範大學 四大名校就不斷補充 後來1987年 大陸開始招收澳門學生 去到華東師範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又製造了很多老師 所以澳門是不缺老師的 只剩下老師 我聽說澳門大學 東亞大學之後 可不可以改成澳門大學 吸入了很多香港的教授 已經是這樣說 不單是吸入了香港教授 吸入了很多師範學生 因為澳門大學也有一個師範學院 不過他叫教育學院 就不是叫師範學院 但待遇也好很多 大致上澳門就是這樣 他有四條職學途徑 四種不同的考試制度 考大陸就是考現在1987 大陸1987年已經公開給我們 港澳門不考的 就是考大陸的大學公開試 這個試一般是給他遲考的 大概是三月份、四月份才考的 我們要過來香港考的 以前是在香港考試局代辦的 後來我抗議之後 1995年 真的跑到北京 那時候叫做國家教委的 港澳台署的 黃復生署長 我說這樣不行 你騎師澳門人 你不能因為人少 叫他去香港考考試局 又要坐船 又要付錢 後兩三天還要找親戚 找酒店住 勞心相罪不公平 後來吵完黃復生署之後 後來在澳門高中學 類似香港的培橋學校 就有個考試場 澳門人就去書書復位 現在有沒有去回三三四 現在一直都去回澳門 不是好像香港又說四改三 沒有的 現在才講香港 香港才講四改三 因為四改三 我剛才在香港參加學生會議 跟港大學生談過這件事 所以澳門的升學是四類的 就是去大陸、去台灣、去葡國 跟著去香港、新加坡 及其他英聯邦學家 第四項就主要去英文中學 因為英聯邦學家和香港的新加坡 都是三年制的 就是讀五年高中 兩年餘科 大致上澳門的中學團是這樣的 但由於去得英美好家樓 要是何厚華 要是崔世安 要是崔世明 要是崔世明 要是特首才有錢 你不姓何 不姓馬 不姓崔 不姓何 四大家族也有錢 七八十年代 一年學費等於十年的薪水 是呀 很稠的 還有何言 有兒子就去加拿大學 你是何言就可以了 三個老婆、十一個子女 每個都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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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生十八個子女 每個都英國 有很多都讀不成 讀了兩年 阿切經常上娛樂版 每個都讀不成 每個都讀不成 何言真厲害 十一個子女全部讀不成 但韓生只有一半都沒有 大兒子和撞車死 不要說人 阿群哥 你是不是在香港讀中學 是的 在香港的中學都是讀的 你是中文中學還是英文中學 那時候全部都是英文中學 有少數是中文中學 未分100間英文中學 那時候是大高手 沒有語教學 沒有那麼多東西 有人說 那時候司徒華有說過 但是廣經時代沒有全面實行 在香港的教學失敗 司徒華是負全責 一會兒我們說 一會兒我們說 一會兒說 母語教學才是很笨 是很笨的 那時候 中文合法化我是支持的 但是母語教學 我就不支持 有問題 有問題的 我們在香港的節目都說過 你讀的時候是讀英文學校 英文學校 所以叫書院 很厲害 什麼什麼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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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讀什麼名校 不用讀名校 我也不是讀名校 那時候還是五、二、三 那種學制 中文大學還行四年 要考中文大學 就讀完中五 整個高級 A級是考港大 高級是考中大 那你中五畢業上 就考到O級 那時候我沒有考到O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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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C級 就給你送到O級 那時候我已經沒有考到O級 還有HIGH級 但HIGH級也是美聲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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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 覺得自己吃虧 到A級 A級 你拿個背囊過來 對 那時候 那時候 你A級 考港大 在地下 最好的那些學生 被港大收了 到80年代 90年代初 中大 就出了招 做一個 暫取生 暫取生 就是會考成績最頂尖 那班 我可以不用你考高級 你讀了一年中六 我直接收你來讀中大 你無論讀書 考試多厲害 都好 我要考多一次A級 我的堵住太大 和辛苦 那我就幾大都入到中大 結果 很多頂尖的學生 會考頂尖學生 那時候80年代末 那時候入了中大 是不是叫做尖子 會考的尖子 結果中大出了一個副作用 就要把很多藍廁 那時候是女廁 為什麼呢 會考成績 平均來說是女生高於男生 哦 狀元幾多 那是一回事 平均成績女生比男生好 那尖子多數是女生 是的 尖子多數是女生 後來 就有一個JUPA 即是聯招 聯招正式開始 1991年 那麼各大院校 就不是說大家 考試的時候分一步 就做一個是 填章聯招的方法 只要你第一次考的時候 你就可以 通過你的成績 在聯招看哪間學校收你 可能同一時間 有兩間學校收也不出奇 那樣 我記得第一次聯招 在1991年 這樣就出了幾混亂 有些成績很高的 就入了比較次等的大學 成績很低的 即是非廣中科 成績很低的就入了廣大 是的 有些有B有C 入了另一類 即是次級一點 入了廣大的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女生說 科科都E D 慢慢車邊合格 那就入了廣大讀Physics 因為Physics沒有人敢讀 但你這麼低成績 廣大肯收是好奇 即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敢讀 我跟有些大學 是你只要合格 收你的 一個Physics 一個Mass 一個Camp PhysicsCamp 但那時候是1991年 那時候有三間大學 加上科大 你要入廣大 仍然是要很高分 我跟你們說 純理學院 一向都收不到人 是的 那會很欺騙你的 他應該收不到人 就去到最後的時候 對 對 對 剛剛 車邊合格的那班都殺了入 沒錯 結果他夠運就入了 然後 之後 聯礁就一路一路 改善 這種混亂情況 一路一路慢慢減少 三三四其實是世界潮流 剛才說的英制五二三那種 其實一路有哪幾間堅持呢 中大堅持和樹人 沒有 中大後來屈服了 中大被屈服了 因為87年的時候 我來參加亞太學生會議 認識了港大學生會主席 副主席包括麥和文卓飛 麥和麥東寧 他們是反對當時 4改3的 是嗎 以及中大林… 什麼強 立… 什麼呢 一堆是駱聯 學聯 一直都是反4改3的 中大一批 廣大一批 和寧男和科大一大堆 結果後來英國人 屠窮被獻 魏玉順 說明一定會叛少來的 除非不受其他 因為為什麼英國佬當時的政策來看回物件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回歸97年之後維持對香港的影響力 所以就屈你們只要受政府補貼 一律要屈四改三 為什麼有些學校沒有的 就是你剛才說的樹仁 樹仁不肯屈服 樹仁老闆就是我們政大法律系畢業的 胡大法官 胡大律師 不收你錢我都不四改三 一定要四改三 所以樹仁升格大學去到很後 去到2045年我教的時候 因為我在樹仁教的時候 就剛剛教升等的 即是97年回歸回中國之後 才可以給你升格大學 之前在英國佬時代就死了 還是你四改三 是這樣的 樹仁怎麼升法呢 因為當時也有參與他們 首先逐個系逐個系升 一個系升格大約四十多萬 升完十個系之後 三個學院十個系 才升格成為樹仁大學 要很多人去審查你的 沒錯 怎樣審查法呢 譬如你是新民傳媒系的 要有七個委員 兩個是香港學歷評審稿 香港學歷評審稿 HKCCC 什麼 Acrediction 什麼 的 三個就是 五個委員 是做學術界的 五個委員裏面 三個是本地的 但不能夠自己學校的 兩個是外地的 要七個人 本地有五個 兩個是官 三個是本地的 他校 在這個領域裏面 有兩個是外地的 另外三個 這個非本地 其中一個是業界代表 那年我記得樹仁的業界代表 是誰呢 羅燦 樹仁的新聞系一向都強 一向都強 新聞系和社工系都強 他社工系 因為他是堅持四年 跟美國那邊的社工系的課程 行得比較好 很多時候樹仁畢業的社工系學生 就直接去美國深掃 成績好 DSE是2012年才有的 沒錯 不過他不是即時去到2012年 就殺過DSE的 其實他在1997 叫做政權移交之後 他已經開始醞釀要改制 跟回大陸和美國那種 陷阱 但他不是先在考試制度動 他就是在課程先動 那時候我就 初初進去做教科書 沒多久 教科書的課程已經先動 然後就看著他慢慢要改制 最大動作就是動中國語文 沒錯 以前是泛文教學 讀張朱智青 讀過正喜歌 做過中國食史 中國歷史 中國語文動得最厲害 就是泛文教學 變成五張 paper 讀寫聽說 還有綜合能力 有什麼能力 綜合能力 綜合能力 你要聽一段 讀一段 然後就寫一些東西出來 搞到那些 那些老學舊的語文老 都是一拼一拼 說不行 一定要跟 因為2002年開始改中外外 沒錯 然後2003、2004 一直推綜合人民科 即是初中推綜合人民科 然後就慢慢過渡到高中的通識科 通識就是中英數以外的第四科必修科 不過通識科政府比較鬆動 因為中英文三科教科書編寫 要送去教局送審 那個內容要完全符合課程綱領 課程綱領很厚很大 只要有一點點違背 就沒有了 你的投資料就沒有了 還有 你只要提出幾年之後 要再提出幾年 以前我們那年代快些三年 但現在我要五年 即是改一次之後 不容易改的 那課綱跟你說是甚麼呢 沒有道理講的 反正他說你不對你就不對了 因為我以前幫新亞出版社教 古靈經驟是這樣的 做到你死了 做到你死了 做到死了 繼續課綱對下去 但通識科比較好 通識科高中他不用送審 所以你任何一間出版社 都寫出來 只要有人買 即是有學行買 所以出現很多問題 很多人是抄襲大陸的 然後數字是錯的 甚至 我試過有一次有個歷史教科書的人 打電話給我 我問他 阿菅Sir 你很熟台灣 我問是 有個人說 竟然對台政策叫三通四流 是蔣經國搞出來的 有沒有 沒有 那些大陸人 有一個叫毛 不知什麼 南京大行 在不知哪裡抄襲了一些東西 接著人們就抄襲這個姓毛的歷史學社 就照寫上去 但這屋子其實不是讀現代史的 他的專長是鴉片戰爭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有些教科書出版社 為了省錢 就去大陸 買一堆大陸的翻譯 對 覺得大陸找人士便宜過香港 亦都便宜過其他地方 找一些真正的專家 總之 哎呀 嘩嘩專家 有沒有人心 編那些就是抄襲那個 阿拉魯茅 茅海傳 茅海林的東西 但那些人找水掛名 根本自己都不清楚 這些歷史分很小 對的嘛 中國近代史 中國現代史 中國當代史 起碼都分三個 你近代史又不熟現代史 現代史又不熟當代史 可能不同的 當代史就從1949年到現在 他吃春什麼 還有呢 剛才譚博講的那個是抄 掛名 真的有這樣的 他為了省錢 就找一些編輯自己寫 那些編輯就 東抄一抄 西抄一抄 對的 然後他就說 找那些專家的顧問 就掛名 其實那些專家的顧問 可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是規科的 也是歷史教學教授 但不是當代史 更加不懂你這個 通識的課程 更加不是你那方面的專程 不過有些名字就掛上去 也不是看過你本書的 是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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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編輯自己都炒 大陸很多次這樣 炒 香港人現在都是炒 賣一疊不省 所以現在在Facebook 我經常登出一些很荒謬的貨文 其實那些荒謬的貨文 是往來是通識的 而往來是抄自大陸 不知道誰出版社的 是抄回來的 是的 就是這個問題 那 Anyway 怎樣也好 通識科始終都 相對來說 比較自由 現在就證明對政治 或者學生的答題 自由度和批判性 相對來說 都是有些改進的 又不可以完全說沒有用 對 有它容易 對 像我們家學校教學校以前 用香港教科書 香港教科書 因為香港市場太小 自己教科書 這樣成本 成本 所以以前我們讀 怎樣讀 我們是不分文理的 是的 我們是跟回香港 怎樣分法呢 就是中英素 這兩個一定就不走掉 如果理方面 就是化學 素裂法 以及生物 這三球走 然後文科 就要讀歷史 地理 和修身 公文與道德之類的 公文教育之類 那時候叫做Civic 公文教育 文理這樣分 但是九科都讀了 讀歷史 我講回我們六十年代 中學 我們讀所謂英文書院 五年制中學 form 1 到form 5 form 6 和form 7 就是要你考到會考 某個程度 或者兩個credit 我們叫做 old level ordinary level 某到某個 英國那個old level 很難考的 相當於old level 你會有C以上就是old level 好難考的 然後呢 可以用到九等 A B C D F G H H 叫單梯 F 叫握槍 G 叫做大頭盔 握槍 戴頭盔 握槍 戴頭盔 握槍 戴頭盔 那你夠小了 那你夠小了 這就是不合格的 這就是不合格的 F 還有一個F 握槍給你 G 和H 後來用了U A B C 叫做優良 Credit A就是Excellent 就是優 B C就是Good Credit Credit D和E就是合格 沒錯 即是僅僅屬 E就是僅僅屬 中學 中學呢 就不科獨製 好像你這樣 為什麼不科獨製呢 在我那個年代呢 我那一校呢 就絕對不分 文理 有些更厲害 交到一個雙 文理雙三科 英文呢 就一定要 中文一定要 那麼 那麼 數呢 就是四科 有一科 叫三國幾何 代數 代數 和數學 數學 其實是交四則 交純數 純數 那麼 後來呢 會加多了一個叫做 複加數 叫Additional Mass 那些呢 那些呢 你可以考慮這科 這科就比較新數 後來呢 他將所有的都混合 對 後來再做多一個叫做新數 這個我那時候不知了 就是 你數可以夠膽呢 你考慮 即是剛才講的四科 全部都打均勻 打均勻 叫做新數 叫做新數 你已經撐開就叫做舊數 那就是 加了很多東西的 後來我 讀中六的時候 然後呢 就加回那些科 那些科我就成功了 那些科我就成功了 就是那個新數 當然啦 還有一個叫做 Z theory 雜 有一個叫group theory 就是一個群 一個叫topology 托博學 一個叫邏輯 有這些就成功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不用計算 那些是一個 形式邏輯 對 那些是一個思考來的 就是 由一 加到一百多 如果這樣加你們就死了 這個我叫排列組合 對嗎 那你倒過來 就是五零五零一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 一 跟九十九 將它互相加進去 一加九十九 二加九十八 沒錯 沒錯 加起來 後面加起來就是五零零 看你們的思考能力 其實我們中樂都是一樣的 和你們一樣的課程 是嗎 是嗎 那些是初級名積分 不是高明 不是高明 是 跟著呢 地理、中史、公文 後面有一個公文 對 還有一科叫做 是 聖經 是 這科是送的 不過我又不考 這科是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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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個叫做 聖經 知識 它不是叫聖經 是叫聖經知識 聖經知識 就是 考新藥 有時候考舊藥 錢也無論 你懂得去牛 都是教條的 我們那時候都有考 有聖經嗎 有有 我會考也有考 有 open book 這科是送的 你夠膽考這科 一定是A 很少肥 A就不是那麼容易 ABC 當然有 BC一定有 EF就肯定 總之你懂得擦本聖經 揭禮 那句就OK 我想你也是和我那份人 考九科 九科有兩科是不需要讀的 公民和這個 不需要讀 我們以前是沒有公民讀的 沒有讀CIFIC 但是 在澳門 公民塞不進去 誰要考台灣才讀公民 為什麼呢 台灣的考試制度 就是當地考三民主義 以憲法 但是 香港人是沒有讀三民主義 沒有讀中華人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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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容易是 星馬 印尼 柬埔寨 泰國 那些 今天連中文都不懂得 都可以學修的 是嗎 政治宣傳 辣總結文 那麼 中六 就要看看你 考中學回考 中學回考 那時候有所謂中學 會考合格書 即是中學畢業證書 是的 你們聽過嗎 聽過 這件事可以拿來賺食 可以 還有英文 還有英文 中英文 還有一件好玩的 考你們中大、廣大、科大 考過了 通常四個人合格才只有一個位 沒錯 他們合格都由中證書 叫Maticulation 就是大學入學士合格的證書 然後你都可以找東西做 可以升腦高的 不知道 你就可以拿多別人兩個increment 即是說 人工人工開始是1200 你是1400 1500 升量的職點 起碼 升量的職點 那時候要讀高中也很難 很多工廠仔 我告訴你 我有一本書是八四年到八五年出的 他曾統計那七零年代 忘記誰寫的 原來七零年代 一千個中一的學生 讀完中六入到大學 只有四個人 很難的 你想想九年免費教育 那四個人也有份 四到五個人 四點幾人 為什麼呢 因為最重要是 只有兩間大學 學位很少 還有一件事 科大都沒有 沒有 精英教學 這一章我們可以討論 問一下彭北 問一下群哥 精英是否好呢 現在很多人就說彈他 因為這樣 埋滿了很多人想讀大學 都不行了 現在十五分都能讀大學 那是否好事呢 其實還是相差的 因為 以今年的DSE來計 考到符合政府資助的大學入學資格 其實有兩萬多人 但大學學位是不足夠吸納了 這兩萬多人 一萬多人 對一萬多人 就有兩萬多學生 但大約1.62個才有 要欠一個學位 1.62個才有欠一個學位 1.62個人欠一個學位 那不重要 可以去澳門 去睡大陸 去台灣 如果家裡有錢 就像英美澳家 紐南非 現在多了很多 還有可以去讀副學士 那不是 我講一句副學士是騙人的 我現在的人 我叫他不要讀副學士 是嗎 騙到人騙到非 讀副學士 不如去九龍經驗中學 有一條手藝我請他 以前讀理工學院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就把兩家理工學 全部給大學 以前是理工 其實是好好的 很多老朋友都讀理工 我舅父是理工 讀工程出身 我們梁智英也是理工 那時候先是 紅樓家 然後是城市理工 後來兩家都要改名 但現在 很好的 為什麼呢 有一技之長 有一科 譬如說 我看理工 我太太在做 他說有一科 叫做航海 是教你怎樣駕船 但他是無疑的駕船 有個很貴的設備 當時很貴的設備 當你駕著船 你駕著船出了大海 去到太平洋 即是澳門海事寶物館 對 如果是魚翁浪 你看到螢光 就去魚翁浪 是圍著你的 他很專業的 他很專業的 很專業的 你只是看到螢光 他請了理工學院 讀翻譯 後來中大 中途收了他 他轉去中大讀翻譯 雖然一個叫大學 一個叫理工 但是 他覺得理工學院的訓練 更好 程度比中大 專業程度高很多 有很多 法庭的即時傳譯 都是這些出身人 還有市光學 香港頂級的 物理治療 我至少有兩個舅父 三個表妹 都是理工不易 一個表妹是做秘書系 他出來大家爭取 為什麼呢 他比港大中大好 好很多 他針對職業的要求 專業 我還有小個表妹 是做物理治療 更好 現在九七都移民了 去加拿大 真好 真好 你也傻 也不是加分 加分 你看我的眼鏡 剛剛眼鏡普通 理工大學 時光學 你什麼時候聽過 科大 港大中大 我請物理治療 我真的認識理工 還有一尾 你也知道 那時候還有烹飪 現在有中華烹飪學院 那時候 理工也有 有 教你怎樣煮菜 酒店也是 我的朋友是 酒店也是 他不單是學管理理論 要學懂得煮菜 我告訴你 主菜是三個程式 大廚是想菜式 行政大廚 想菜式 哄客人 跟這些 有關 定分 定的價錢 要定得好 你就有錢賺 你定得不好 你就很多浪費 就沒有錢賺 只有做 異取的 沒有了 但這輪 不時不食 不時不代表 什麼是新鮮 什麼可以看 什麼需要好 有採購 這是二柱 這是第二部 第三部 在廚房內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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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第三部 三柱都可有很高地位 аний 是炒 做廚物 四處就去打就打,針板,學生和學徒,所以他分4個程序 因為我最近去到台灣袁莊大學,有一個烹飪學院,他的特色是哪裏? 袁莊大學是佛教大學,中大特色是主素材 袁莊是唐朝那裏,是西竹科學園區 五春学家一上发了 原来要们 aver看过这个医院 医学院排好床發生了 进入医院 在医院州� recogn Nunor is moderating the department 。 。 ،, retailer of mine 他们还 хочу职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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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schizophrenia 就不是純粹用來考試的 所以在那個年代的人 年輕人讀書 什麼都要認識 什麼都要認識到現在就有我們這班人出來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那個年代教育 就結了 講得歷史就講不到地理 那個地理歷史就講不到文學 我們不是讀文科還是理科 傳科沒錯 我們以前看舊式香港舊號的報紙 那一集報紙寫手 每天的小說 時評 還有甚至心理輔導 都會 連齋主信箱都會 這些就是通識 不用讀通識 但那時候的教育全面 和社會生活環境也不同 現在就靠補習天皇 那時候 翻譯那個版 隨時 一旦不夠人放假 廣文版又做到就可以了 沒所謂的 廣文版就行 廣文版便可以 廣文版工作又行 廣文版又行 廣文版都行 好像我們讀全科出身的積考能力強過那些讀文或讀理的 很多 而且以前一拿一張字就已經知道哪些字錯 哪些字是白字 哪些字是用錯字膽 一按就知道 現在教來教去都錯的 我不要說哪一部字 你最有文化氣息的一部字是最多錯字的 你最有文化氣息 是自稱中國人的報紙 那份是最多錯字 你知道我後來寫一篇文章就笑他 我們只要關心你是不是好的報紙 你是不是中國人的報紙 我一邊都不關心 不用關心的 後來才發現寫論是我老友曹聚人的兒子 阿草寫的那個寫論 因為那時候就是瑜伽剛剛接了一份報紙 從阿查先生的照顧過來 寫了很大的寫論 做好一份中國人的報紙 政治很正確 但就不專業了 後來我查完 曹先生本來也不是讀新聞的 你知道嗎 他自己是讀文學的 跟我爸爸一樣的 問題是你老爸當然厲害 因為你老爸是張太嚴的關門弟子 天文地理衣服升上琴棋書畫都會 十六個字 到齊 那你不是啊 你是共產黨四九年之後教育出來的 他們都是個教育 而且你老爸張太嚴 當年在東京辦文報 辦了幾十年報紙 當然什麼都會 沒有啊 以前辦報紙人未必讀大學 不是啊 不是啊 那個才高八道的什麼博士 成寫我迷 不需要的 小學還是初中畢業 然後平敗飯 叫什麼世界日報 那就做一下做一下 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其實是 生活上的教育 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很多時候你的成績幾好都好 有所謂的高分 他們是靠補習天王 這樣就算了 繼續 考完這頭都不用想了 他不是你的興趣 那補習天王什麼時候來呢 華人時很重視這個成績 補習 九六年的時候有個叫史Sir 我幫助他 你幫助他 你不用啊 不是不是 幫助他呢 就因為我女兒 要請個私人補習 不是補習 學校啊 回來家裏 把小孩子做官房 哦 他本來是做這尾的 是 家庭補習 是家教 家教 家教 後來自己去開校 發達 原來就是你啊 哦 還有 這些所謂的雞精 現在越來越厲害 它純粹第一件事就是 古題目 古題目其實我最厲害 我考中學會考 大學院博士 大學什麼業事 我都靠古題目 我猜中的 多數都是猜中 為什麼好事呢 我想你和我都猜到 你經常說的就是那些 經常說的就是那些 就是傳媒或者老師上出現的 就是那些 除了古題目之外 他教你答題的技巧 還有你把那些答案切碎 那你分開一部分 把東西倒模放些資料下去 那你就可以拿到高分 三招 第一招 什麼 topic 第二招 你要塞些什麼 發展部本文 第三招 你的 conclusion 一定要簡單直接 有 point 你說 conclusion 我肯定氣死我 我曾經教過某間大學 那些高級文憑 那些文憑 那些文憑 那些人來讀的都不方 是很精英的 進不去那些人來讀 叫他們寫一篇小小的 essay 就是我們中文 article 簡單的論文 又不是論文 唯都論文 論文也有四種 一是隨隨描述文 二是議論文 三是甚麼 反正第四就是 筆論文 essay 英文是essay 那essay 不用即捨 不用破題 不用太多 你講完之後 這件事 譬如我教電視 你講完 我說 Tell me a story 沒錯 你現在討論一下 這個 電檢制度是 有益一定沒有益 好還是不好 前面任你怎麼說 後面一定有 conclusion 沒有結論 就不成文章 議論文一定有 對 一定要議論文 你不跟描述文書情 反正說 好適合 好正 那就可以了 但議論文一定有 conclusion 鳳頭珠福 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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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 你整篇文講完之後 沒有結論 大哥 要有結論的嗎 我當頭啞了 這是常識 中學教育怎樣失敗 就因為他去了吃雞精 他去了學校那些 只教你怎麼回答題目 不是教你作文 教你怎麼回答題目 題目可以 不需要那麼多東西 可以回答應 可以回答應 A等於什麼什麼 最重要是 那時候 剔中的字眼 關鍵詞 摩登時的關鍵詞 最重要是有 不要寫錯 那他改變的 建軍戰詞就剔中 在旁邊就動一動 對 真的 那你動得多 你就自然高分 你關鍵詞沒有 那就糟了 那你說的 議論得多好 有什麼 conclusion 都沒有用 一定 他後面數你的 point 你完全沒有 point 只有講字 那就是不行了 所以很慘 我在大學就教新聞評論 或者叫做什麼 評論寫作 評論水分分三四種不同 新聞是一種 好像現在藍木藍沙 但我一般來教 我不會太快去到新聞 應該寫一寫一些 樂評 書評 輕鬆一點 那些 或者時評 你寫這些 但問題是 我告訴你 評論是第三招 一 topic 二 development 三個 conclusion 但你發覺 那 topic 他有時候都選錯 選對的 topic 他的 development 引錯了 不關事 不相干 如果真正的 引錯了 那 conclusion 寫什麼 他又不知道寫什麼 他主要的考試 就是針對那個拿分的技巧 那一刻拿分的技巧 其他東西就不理 結果 不管是成績多好 你出來 你覺得一般很普通的文章 他可能真的寫不到 寫不到 所以這班人 補習天王 那班人 在政府改成DSE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跌倒了 原本是兩個大公開市 匯考和A等級 他一斬斬 就變成一個 兩個大採持 變成一個採持 而這班人不敢說 你影響業界利益 我們現在反對 他們不敢走出來 現在對的 為什麼呢 將考試簡單化 你去考銀行 你找大銀行 又重新考過你 考過你的二文 考過你的數學 他不相信你這個考試制度 你不用 政府也不相信 你現在試試考到AO 考到EO 又要考過你 考很多 我跟你說 好像我以前請了英文翻譯新聞 我管什麼名校都好 我立即在電訊機上撕幾頁 就是搞定的 同樣的 例如藍沙 東海 難怪你 抑一千錢給我 哇 鬥了 鬥木 鬥不掉 out of syllabus 最糟是out of syllabus 那些沒有讀片 out of syllabus 你就是不要讀 不要碰 集中拿分那幾頁 剛剛我們就是那個 那個 錘子就是 有 syllabus 現在不讀 在 syllabus 不讀 沒有 syllabus 就專門讀 我請你的翻譯回來 就是因為 每天 那個國際新聞版 起碼要有七千字填滿它 其他圖片 但問題是一定要文字 那七千字怎麼來啊 我最多是請三四個翻譯 你一晚起碼要交兩千字給我 是啊 很多年前 那時候有個女孩子 歷史都考得很高分 你剛才說 曹宇林 我想起五四運動 那個女孩子問我 她歷史很高分 她問我 什麼叫五四運動 蛤? 不是啊 什麼事啊 周策中碗都沒看過 已經預科了 預科還是很高分 那些 很正常 初中三 高中一已經看完周策中碗 有運動書 是明報春版社的 有中文化 譚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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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得笑 為什麼呢 我就教編劇 有時候放一些片給別人看 學生看 那我就問 今天我呢 準備放黑澤民這套 叫做羅生門 出名了 羅寵夢 他就問我 有學生舉手 這個肯舉手 我應該說很厲害 他說 何謂黑澤民呢 SIR 我說你讀電影系 大哥 你好像現在讀電影系 正在教的 為什麼黑澤民都不知道誰呢 Kurusaki都不懂 不懂 不要講英文 日文中文都不懂 這是日文 但是黑澤民應該 沒錯 我們那一代人都認識 我們那一代沒有人認識 就不懂黑澤民 好了 最近呢 我教這個 什麼呢 教清熱 下一堂呢 我就講 這個叫胡金泉那套龍門客棧 啊 驚天啊 有沒有聽過胡金泉 居然有人聽過 是有人沒聽過的 他有人聽過龍門客棧 但就不知道龍門客棧是一個 新龍門客棧 新龍門客棧有兩套 是有人聽過的 聽過的都是好的 吵黑 是 舊龍門客棧 胡金泉三個字是沒有聽過的 嘩 白痴 白痴啊 哈哈 那有沒有聽過趙丹 嘩 更加勁結了 你這個好心啊 趙丹 因為是藍瓶 藍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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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江青 即是江青 即是當年在上海的偽名 但是你們很驚訝的就是 如果你是有心學電影或學寫劇本的 是沒有理由沒聽過 或者不知道哪有金泉的 可能他們自小看大陸的第五代導演 或者香港的新浪潮導演 即以80年為他分界那些 真是80年之前完全沒有理由 未出生可能 未出生就不看 他又不跟我們 我們呢 雖然有五幾年出生 但是我們看三零年的片 是的 我們看四零年的片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學生 他們習慣了由父母 或者是教師等等 你都看什麼 他們覺得看完就OK了 他們不會說自己去主動發掘一些東西 這個有問題 這個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以前很多課外毒物 我小孩子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兒童樂園 美國C.I.A.B.C.A. 就亞洲友聯出版社 羅冠詩 羅冠詩畫過小圓圓 還有今日世界出版社 跟著呢 中學就中學生春服 大學就大學生活 我們最喜歡看今日世界 因為很多科技知識 什麼上月球 去太空 70年代 都譯得很好 全部給重金 那時候的譯 只是那個經濟成長論 找到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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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譯的 那時候很多東報紙 另外還有很多文學作品 像什麼Red Pony 小熊馬 有人與海 第一個月在哪裏 全部都在世界上 兩個月出來的 還有美國的民主 Democracy of America 他又從中滲了很多美國價值給你 幫你洗洗腦 還有聯邦人論戰 或者叫做勇敢新世界 The Faith New World 是的 沙劇的 課外毒物 現在都一樣很多 但問題是 現在大家拿著手機 一上網有很多娛樂資訊 你這東西吸引了下去 很多時候 它是沒有一個意欲 去看一些真真正正和知識有關的東西 對 你問了這件事 我看了Geneye 沒有 如果你說有心學的東西 你看上網的東西 都未必適合得 你問我還是傳統的 我上網最終是輯出一些 新的時事的客觀 例如死幾多人 好像土耳其政變 死幾多人 拘捕幾多人 原來總統阿爾多安沒有被討論 我覺得上網這件事是好的 強的 找得快的 立刻動 但問題是提升的個人水平 老實講 你一定要跟 特別是英文 一定要跟沙士比亞看下來 沒有文學 沒有language 沒有語言 所以什麼都是文學開始 我們中學 你知道我們中學 一定要看Longman版的 沙士比亞 四本 一年起碼要看四本 沒有四本 你也不要讀英列 還有外加 Charles Dickens The Rolling High Prohau山莊 一定要 Geneye Emma 還有一個 Briani 大家認識 The Mule on the Flores 那些都要看 很多當然 後來還偷偷看什麼 Lady Charter is the Lover 查理 夫人的情人 都給了幾頁做案 對 波爺那段 一定看得很開心 那時候已經很厲害了 昨天才說完 次官現在說黑澤明日本 可能你叫AV旅休 他們可能數十個八個 都嫌少 潮流是這樣 他還會放得到我 一直數十幾個 沒有人用的 分得到我數下來 可能也忘記了 他可以這樣數下來 之後看那些舊片 所以我覺得 若是蒼井空,也要奧丁 講完讀書的考試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一個副學士,不值得浪費錢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教過副學士嗎? 大學也有副學士,為什麼會讓你這麼憤慨? 為什麼副學士的首先不是找一些很硬的教書教得好的 通常是他們的系或學校認為是二樓的 才會去教副學士 幸好我不會教學士,就讓你笑笑死 真的,你寧願教持續進修學院去科學士 即是現在講大辭联的進修學後 一年是做班的,是真的嗎? 第一個,資本本不會找最好的教 第二,那課程也有問題 何謂課程呢? 課程是會給你證明欺騙給補貼學校 接著哄你,說可以拆大學二年的級 即是我和你講,根據我個人的看法 我都在港大教過幾個,是從副學士跳過去港大讀的 那些,16個人才能看過 很厲害,副學士成績很強 那三點多,三點七八就能夠讀時,四分滿 四分就是這樣,三點零都轉不到 三點零到三點零,三點零到三點零就算是A- employment means monetary。三點零到三點零在三點零都會分了 但是A中的有分外供ön DU trust 三點零到四點零 就是給了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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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你的學費又那麼貴,又不是給你最好的老師 課程設計是怪怪的 如果你的課程設計好像美國死去學院那樣 實實正正正,你讀完之後可以讀大學 又可以立刻出來工作,我完全不反對這種副學士 如果你提供副學士類似台灣的二專或以前的理工 或是城市理工的三專那些 那些我都不反對,即是高級學科學士龍不似龍鳳,人不似人,鬼不似鬼 出來後,補課五天大學就已經慘了 因為你的課程不實際 而且你還要欠很多債,你製造了一大班副學士 所有人問我副學士,我幫你寫紙,你不如去大陸或去台灣 起碼實實地讀專科回來,起碼你懂得做事 起碼整整整汽車,起碼弄電腦,起碼搞廣播器材 起碼有些一技之長,看下老師 技術人權 嘩,你別傻 走到科學士出來認識,什麼都不懂 又會讀寫科學士那些 那些科學更加不懂 完全都不懂 只是寫稿都不懂 你現在有某些新聞傳播過程 他找一些,除非他找一些很資深的 在這行裏做了二三十年而已 他教過寫采訪寫作 否則的話,找個剛剛不知哪裏 不如回來寫試,博士都沒有 教寫作,就糟糕了 其實他副學士設計的意念 目的一開始就有問題 那時候因為職業率高 青年那班更加害怕出事 老母就做了三個層次 中三升不到高中的就叫做展次 中五升不到預科就叫做偽進 MATRIX升不到大學就負學士 就讓你們繼續留在學校 叫做不要做雙失青年 這就影響社會穩定 然後就像龍鳳不羨慕 就是剛才的談博士說的那樣 那那班不斷業,有什麼工作等著他做? 沒有 我當然是請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也很多 要不就是請高中畢業,有一計之長 我怎樣請來都不拖門水 科學士 這些就是禮物 我寧願請你開班的劇作班 剛剛讀了一年 因為那些有個底部 就進去編劇部 他沒有Degree的,什麼都沒有 不用的 還有你商界很多時候是不成功的 還有請剪片的 我寧願請Ivy Ivy Ivy好像怎樣讀一年到兩年 出來你剪片剪接 我早就說,有幾個項目要顧著 幫我剪好他 他就剪好他 我現在給他一條稿 他自己剪出來 港英那時候是很控名擇實的 Serve Diploma High Dep Degree 他一級級是所有商界都承認的 問題科學士出來 現在連商界自己都不承認 政府自己都不承認 商界不承認,政府不承認 那你就要找一些學生來搭配 你問我,我覺得香港整個教育制度會全面大改造 回復英治時代 儲學時機就取消他 真的 高中畢業,高中畢業 高中還要走兩條路 一條就是職業學校 一條就是文化高中 文化高中升上去 就有些好像以前理工那樣 有兩年的 有三年的專科學 有一期之長 剛才你所說的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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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jar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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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기들 Degree 你真是想讀學科學士 寫字 由於如我現在已經算好的 但由我來이지 我寫字 去美國讀書 因為美國的副學士叫Community 去讀非语斌的课程 去讀非语斌的 還可以介绍你去讀非语斌的 立刻拿博士 找文建联就可以了 不想谈博介绍 找文建联可以 讀非语斌的 现在很多学校 取消 应该全面取消博士 寧院可以专科课程 即是叫做Diploma課程 找得实实制制的一技之长 好,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的人都会常说 群哥 是不是我的子女 都要去大学 带回四方帽呢? 只要你拿回一些 社会上需要的技能 你读不上去 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你不要说什么 现在我要请人 基本上我不考虑港大中大科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缺的不是 要出来写稿 我们最重要的是 有些技术人员 没有了你工的技术 很重要 即使是九工出身 起码四样都会 电工就会电工 木工就会 木金工就会 汽车工就汽车工 以前有的 电工就是电工 我有个教书的朋友 他说 有个学生 中午出来 都考不到什么成绩 一个月五万元入息 做什么? 做地盘 做地盘 地盘就上了木金工 对 但谭博 刚才说 你们两位说 煮食 又是中午 考不上 怎样呢? 他独奇找一间饼铛做学生 初面粉 正正是 他就年轻 又想学 去酒店做饼 那可不可以福利 工资 和全世界承认他的做饼 他做到 全世界都有 你香港做不做 澳门的赌场也请你 全世界都请 做饼 做蛋糕 但香港很有趣 家长 美信 他迷信了一件事,覺得子女戴上四方帽,抱着紅隱,拿著花,女同學拿著紮花,男同學拿著紮花 是啡紅仔 拍了一幅照片 學士袍租回來的 叫做江中耀祖 剛才這兩位說過後 我很贊成 這是虛榮感 實際上他對社會有沒有貢獻 好像我兩個表弟一樣 但有我的家裡的遺傳 即是煮菜炒菜 即是立即去做 現在已經做了店長 整個店都看完了 什麼都不要說 對社會有沒有益善 反而你做了一個取 不知做什麼取 有逐級升上去 他對社會都有一個好處 反而你讀完 帶完四張碗 丟完那頂帽上天空之後 然後回來 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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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到尖中 對呀 或者還有 老爸家有錢 就離開兩年了 對呀 沒錯 我們家產一個叫做李遠資 叫做李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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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要人人有大校動 我們那個年代台灣是精英制度 我剛才說了 怎樣精英法呢 差不多我跟你說了 十萬人考大學 每年十多人考大學 結果人人都會收檢 就從中興大學劈成兩塊 台北的那個就變成 台北大學 又開了一間高雄大學 又開了一間中山大學 接著是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 海洋大學 出了十幾二十間公立大學 還有私立未計 對呀 剛才說未計很多私立 我讀書而打法只有三十二間民大學 公司兩間 即是沒有大學八間 中興建管學校 中央軍學校 中央空軍學 中央海軍學校 還中央科學院 三院八校 八間加三十二間 四十間 公立輸入加完 如果現在不時 大學加學院 一百六十二間 現在開始要殺校了,去年就倒閉了兩間 今年聽說就倒閉了一到兩間,慢慢就一邊剪了 目標起舞到2020年就剪到一百間 是否轉到中學呢? 就是倒閉,收生不忠 反正收生不忠又怎樣? 接著就跟學生說,轉一轉一轉 我幫你搞完轉校 你二十九三年都吹戰了 我都覺得滑稽,去年我去台灣的時候 朋友開一輛車,全台灣兜 我問他為何走不遠去一間大學 這間又大學,那間是大學 多個金舖 那間大學跟香港一間普通 跟西門町金舖 西門町金舖也有十人間 殘舊小學差不多又叫大學 名字很誇張,大業大學,亞洲大學 很誇張,比亞洲電線更重要 後來又看到一份報紙 大陸部準備整頓一百五十九家大學 如果剛才做完就對了 一百六十二就蓋了三家 一百五十九 那時候已經蓋了三家 這個本來就是父母期望 又是迷信 是迷信 大學的四方母 香港都是這樣的 香港經常說 小孩子贏在起跑市 現在贏在射精前 次官 贏在射精前 那就糟了 我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容易射精前 現在搞到台灣整個教育制度倒了 那情況跟香港一樣 台灣原來的教育制度跟日本、德國 是呀 很實際的 日本是很實際的 分證很清楚的 初中到高中就有高職學校 好像士林高職 專門學校會計 不是會計師 是會計員、auditor 很重要的 是高中畢業出來做會計的 你沒有人做會計 你下載會計師都死了 會計師是否會計 像是杜江家職 專訓練班淫、嘉靖這些 就訓練老婆仔 高中畢業出來做會計 結果現在杜江又變了大學 那就取過識煮飯的大學生回來做識婦 唯一不同就是因為他懂得戴帽 高中現在全部都變了 然後到專科就是台灣叫二專、三專 比較容易學他烹飪都是二、兩年 但比較難學一些 做汽車、電腦、飛機、制衣、紡織 那些是三年 容易都是二專 結果全部升上學院大學 加上一堆理論 大學課程理論實在少 結果每個人都不懂得做 即是教你說用一堆理論煮飯 結果原來你火都不懂得開 沒錯 每個人都在農業大學 在研究室裡研究一些道 怎樣可以改良 但沒有人拿材斗下去 那就糟糕了 所以整個都是跟香港一樣的 就變得太大學虛叛化 即是虛叛 肥得利沒有實在沒有肉 沒有肉 絨腫 這個不是只台灣 陰公的 現在大陸也是這樣 是的 但我告訴你 我們那個年代 全大陸 我看過的數字 180年代 《大陸跑新聞》 在《國家教委》 一年大約有300萬學生 但學位大約有50萬左右 一百分之十幾 六倍 差不多 五、六、中三十 六、一、六、六、三、十、六、十、六 但經過的二、三十年 有六百萬學生考 但是呢 收成二、三百萬人 一年 那出來有沒有公司 大約到三個人 就可以有大學生考 大幅增加那個學校 那大陸又怎樣呢 我們現在看學位 叫做一本、二本 一本就帶過前一百名 國家教委重點大學 或者有什麼聲稱計劃 什麼九三三計劃 是 第二個二本呢 就是一百零一之後到二百那些 嗯 我知道 因為我們招生呢 招到一級大學來 真的不同教法是很厲害的 但是大部分呢 就是第三級沒有列入 這一本、二本 那個叫三級學院 那麼一級學院 通常是國立大學 和某些厲害的省立大學為主 在京都 在北京多 是 幾間好的 日本呢 通常是省級的 省級的 不是省匯的 是 但是最嚴重的是很多 大陸現在一千一百幾間大學 大學院 最怕就是山卡 鎮仔 是 鄉下 我記得一間廣東的 是嗎 什麼雲浮 港電學院那些 不是 港電學院的 港電子 什麼清遠 不知道什麼 工程大學 不是吃雞 什麼清遠 那裡有一間大學 還是學院 最怕的是 我們叫三級學院 或者最騙人的是 朱海 不是 講的 什麼 北京師範大學 什麼 什麼 這裏 這裏 我真是 香港也有三級學院 香港也有這些 香港就叫做 香港浸會學院的 朱海的 國際聯合學院 分校 我浸不是分校 是 合校 是他和大陸哪間 合股成的 現在叫做國際聯合學院 最早的文學院長就是 中大歷史系 郭少堂 郭少堂 我老友 最近好像退休了 剛剛退休了 另外那邊的聯合學院長 就是現在 剛剛退下來的 浸會大學校長 是呀 是誰 是 是 那邊是這樣的 浸會大學在裏面 也有分校 但是這間分校 是一堂合辦的 嗯 靠區很小 怎樣小 他借了北京師範大學 朱海分校的一塊地 山邊 就是一棟很大的建築物 就像八爪一樣伸出去 於是 就是分下面 那現在 你講綜合來說 這個現象就是 將 先講明 國際聯合學院水平 是高過了 北京大學 朱海分校 北京理工大學 朱海分校 吉林大學 朱海分校 全部都高過了 很明顯 這些學校的學生 我都見過了 特別研究生 我都見過了 我說 綜合來說 一個字都講完了 就是 商辦 就是將那個商業化 辦大學 辦 中學呢 都 就是給了那班 補習天王商業化 大學呢 就自己搞死自己 就變成商業化 搞大學 雖然大學的名字 貴嘛 對 那張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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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的研究傳播大學 系統的健康 因為yorsun業化 也不太容易 只是選擇 現在這種給對不對 現在中央教育 最少 Slide 現在大學部門已經擋不住了,把房間移到碩士博士 應該要的,所以為何這幾年,大陸生來香港研究所 大陸沒有那麼多碩士博士,那香港又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一讀到碩士,每個人都出國了 碩士又有請教你,碩士分兩隻,一隻一年制,叫做M.Phil 不是M.Phil,那些是M.A.M.S.C. 那些,你先跟大陸學生說,回去大陸,大陸不承認 大陸的碩士,是當大學生而已,大陸只承認兩年制的Master 就是M.Phil 就是要寫論文一隻 是,不寫論文是不承認的 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都不承認的 應該的,因為這種收貨式碩士課程近十年開到很濫 以前呢,他為了方便一些在職的人去讀,他都有限度的 例如中國語文,以前中文大學也有一個M.A.的課程 現在比語文教師,一年就收二十多人 後來就增加到四十,後來就超過一百 特比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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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ari D.B.A.更貴的餘落 200萬 N.B.A.就是 beğ澤氏的工商管理學習 現在的工商管理是博士 好,已經以後才有 收8萬 按鈕 10.2萬便以上 即現時,博士的兩個字值錢 其實不是要提高商界的學術水平,純粹是賺錢 而且給你這個課程聚集商界的人來社會 這才是重要的 我們的博士是虧本的 博士一向是虧本的 博士收18萬 博士收12至14萬 澳門應該是虧本的 虧本的 是虧本的 一年是6萬5至7萬 是否政府給的? 不是,大陸學生給的 即是7萬、4萬、28萬 那澳門政府是否政府給的? 澳門政府是一半 你7萬政府沒有3萬5 還有教育課程改革 剛才說過 也為大學製造了很多商機 通識科學師不懂教 有些大學會開通識的 Master 課程 對嗎? 有開過 給一些教師讀 就只是星期六讀一天 沒錯 八萬多元全學課程的學費 沒錯 速成也低精速成 其實一年成本是四萬多元 如果一年全都會有錢賺 四萬五到五萬而已 如果兩年的話 都是八萬到十萬 但你拆開文讀 對 對 但面向全香港的教師 游泳也挺高的 因為每個人都害怕 課程改革 我要補著工作 每個人都回復 以前香港這些課程 是沒有開的 但由於現在多了中大司法學院 和港大司法學院 現在教育學院都變成大學 現在教育大學 這三家就開些課程 收到中國教師來進修 對呀 賺很多 連羅範招勳也拿了 Master 你不知道嗎? 是在中大司法學院學寫的 接著以為自己是專家 接著搞教育改革 結果被我們罵得很混蛋 這些東西 香港完全不需要用 讀美國教你 還在說 用黃安石 比喻改革 比喻自己 黃安石變化 黃安石是失敗的 我只是說 香港搞教育改革 黃安石就沒有了 但很多個蔡經 蔡經同觀 蔡經就說自己是新黨 全部都是奸官 全部都是無能的 無能的 還要是衰格的那種 我和兩人 在大學的時候 怕回來找不到工作 因為澳門沒有電視台 我讀廣播電視的 於是我讀了兩年的教育學分 萬一 考不定就教書 就是這樣 你知道很多台灣回來後來 好像是新界教書 當作Heidi Ponger 最多做到副校長 以前是這樣 因為香港特別是新界地區 台灣回來的那些 他都給你教的 接著叫你三師 讀一年到兩年 三師就是國內行 拍攝拍立基 羅斯就是羅富國 這些三師後來都合併了 現在香港教大學 當時是要你這樣去的 所以你教得好還是不好 再加上我教大學都教了二十年 偶然又幫了中學生教 你不是以為讀兩年書 就以為自己是專家 他覺得有一個老師的名字 我就是專家 很多人是迷信學歷 就像剛才師傅說的 這個老師這件事 你在英國際上 就不是那麼厲害 是沒有錯 送的 送的 我們在那邊讀LLM 立刻送去LLL 你讀完教授 一年之後 一道牛津也好 送給你 我老師就是這樣 他先去牛津讀LLB 接著一年之後 送給你 LLM 即是法律專業學士 拿了律師資格 一年之後就給你法律專業學士 接著去海牙法院做事 做完一輪 就籌得不錢 就去蘇格仁道的法學博士 那真的難道 讀到頭髮都白了 起碼你讀四年 四年 你如果不行 你就不用再讀下去 拜拜 他沒有給你留班 沒有申請 再多六個月 他有什麼時間限 怕你 四年半到六年讀 都讀不到 拜拜 你拜拜之後有沒有拿回 渣呢 渣都沒有 有 給你一個頭銜 叫做Candidate Candidate Candidate 是在讀 準備你 即是一個頭銜要博士候選人 你交到論文 博士候選人 都是很難做的 因為你博士候選人 要過了一個 那叫資格考 資格考來給你博士候選人 你這麼容易找到一個博士候選人 這就是更難的 她們全部收到的課程 要考考考考考考管理 所以天才不能考考考考 之後才能修過論文 很多人都有批86 就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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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nce 賣到這三個校外位員,額頭,你才可以出去拍 不是你都賣我拍,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過如果是這樣,這一年就不知畢業只有四五個 第二年你就招不到生,很多時候都要屈服 招生的壓力 因為他是擔心收不夠生,所以學系也害怕 很多時候課程要縮,或者放水給客人 我一向都很硬正,我今年都借了三件 所以人家叫我做口試委員,有些嚇到哭 我們試過九個人參加資格試 八個人的肥肉 他說是澳門蒲韻家蓮華 我第一句問他,你認識蒲韻嗎? 不認識 你已經是拜拜 我跟著問,他裡面的家蓮華有沒有看過? 他說有啊 我就問他,那這群徒個人信天主教 因為是基督新教 大概是基督新教 拜拜 差不多時間了 那你給不給他過 你給他過,你真是害了他 譚博,阿群哥 有很多話在說,這個題目 一講教育,很多話在說 我未講大陸 未講透大陸 下一步講大陸 為什麼呢? 很噁心 香港大陸住了五年 下次可以再香港大陸的噁心 今天到此為止了 拜拜 下周再會 拜拜